说回那个顺息全宇宙 你们爱看这电影吗 我还真想说 为什么你得给我分析分析 我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喜欢看 我就分析不了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 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 但我觉得他拍的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你看我说话这么快 我都觉得是因为看烂片看的 因为看烂片老师要快进 就两倍速度 然后我就越说越快 我现在看一倍 我都基本上觉得好像有点不正常了 但你这样的人生效率好高 只要我们把今天的所有谈话速度 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你可以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 卡看了没有 大家不是全网都在传那个杨子琼 突然一下发言 叫顺息全宇宙 对对对 就是台湾翻车的妈的全宇宙 对啊 很准确的 因为他又是妈又是带着一种暴力的那种 我以为就是一个情绪寻陷 不不不 他是有情绪寻陷的 但是很准确呀 因为他是妈的身份 对对 可是那个妈的感觉强嘛 我觉得打的感觉比较强 妈的感觉比较弱 嗯也是 主题最后还是以妈的身份 那个赢得了爱的爱的胜利 对对对对 但这个妈也太全能了 就是这个无所不能的妈 我觉得我就觉得 她也没有让我觉得 好像做妈的 有觉得无事重复 反而觉得天哪 我也没有这 我好平凡的一个妈呀 是吧 觉得 她原来的那个设定是男主啊 就是后来就是 把她改成女的 然后再找杨子去念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几个人坐在一块呢 其实我是想到 你说顺序全宇宙 你们几个对我来说都叫平行宇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毛剑老师是老师讲 影视剧里的这个女性形象 是一路的 这个小路呢 就是脱口秀演员 她的段子 或者她的这个演出经验里面的 这个女性形象 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子 张老师是我 应该是我见过的 你跟最多真实女性 有个访判的 对吧 她又是一个 好像我们见的是虚构的女性一样 你当然 你虚构的女性 我们也在生活着 不是 你是影评人 所以你们也是叫 顺息平行宇宙 其实我是想特别想听听 你们这个三个宇宙的这种碰撞 你看她 她写的说这个特别 她就问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比这个 雨中静止的火车更悲伤的事 然后很多年以后 她有了答案 是看剧看得特别悲哀吗 对 我现在你看 我说话怎么快 我都觉得是因为看烂片看的 因为看烂片老师要快进 就两倍速度 两倍速度 我现在就是说 有时候有些那个允许 都是两三倍速度都有的 然后就越说越快 越说越快 我现在看一倍 我都基本上觉得 好像有点不正常了 但你这样的人生效率好高啊 只要我们把今天的 所有谈话速度 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我们今天 就你可以 还要快进着看 那是为了工作 还是 不是那个剧情 那个烂片 你就是把它加成 两倍速度以后 就好看很多啊 我的意思是说 烂片就不看了嘛 不是 他是有责任的 他要审片 还是得工作 为人民看烂片呢 他要做评委嘛 审命人 每年都不知道 还要去评剧啊 评影片啊 什么都要看嘛 我就是希望 就是国产剧现在能 但是不可能 就是我希望他们能 弄到12集以内 这样 日本电视剧 一半就12集 我们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爱奇艺 它迷雾去场里面 它现在弄短了 但是大量的剧 如果你不到30集的话 它会影响 它的广告投播嘛 一般都到30集以上 但是一拉长了 就让人就着急 觉得这事不是 一下就搞定了吗 莫言的那个 《红高亮》 《红高亮》 那么一个小中片 然后就是变成了 多少集啊 也是几十集的 一个电视剧 对对对 就是反正六七十六 很多集很多集 反正 然后里面就是为 那个女主人公 设置了宫斗 设置了就是 好几个男人这样的 说回 咱们说回那个 《顺序全宇宙》 你们爱看这电影吗 我还真想说 为什么你得给我 分析分析 我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喜欢看 我就分析不了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 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看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 他拍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就技术来说 还是拍的不错的 因为他在各个宇宙之间 不是穿梭嘛 然后他每个宇宙 就是那个文本 其实都有一个 他有可参照的 他有一个致敬的 一个经典文本的 所以他等于是 一个电影史在里边了 我感觉他这个片子就叫 加了解释 我就觉得很好 是因为我看了 戴景环老师分析了 他说他每一个画面 都是致敬电影史上的 一个镜头 然后还把它重新演绎 哦 我说原来是这样 我就发现 奥斯卡是比较想 颁给那种 特别懂他们的 懂电影这一行的吗 你从那个鸟人开始吧 就特别懂编剧 好像是 所以说明奥斯卡整体 已经那个下来了 对 这特别像一个业内人 会喜欢看的电影 就是你看每段情节 和每个镜头的设计 你都约莫看到了 某一个电影 某一个类型电影 一般到这个地儿 都是这么处理的 然后他把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 不同类型的电影 典型情节砸肉到一块 你也不知道 他是想恶搞那些电影 还是想致敬那些电影 但是你得有丰富的观影 背景才能看得明白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一般观众 看完了以后 就觉得是乱七八糟 对对对 听天嘛 人家是一种新的风格 不是说你们 这个年轻人特别爱看吗 不是说你们 就是你们的思维方式 问一下他们年轻人吧 我可能自己的 我的感觉一样 就是我会觉得 非常的混乱 我自己没有那种 说会看完之后 觉得哇 其实是那种 像我比如说 以往看到 特别好看的片子 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一定会记住 我特别喜欢 我整个观看过程 那种美妙的体验 这个我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戏不意味着 对女性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还不如杨子琼得奖 这件事对 中国女性有价值 说一个女明星 你看她并没有 她并没有早早的 嫁入豪门 她一直坚持工作 她选了一个 特别耗费体力 危险难做的 武打这么一个职业来做 然后到六十岁 她都没有自我放弃 最终还得到了 这个走上了 职业生涯的巅峰 就是这件事本身 我觉得对中国女性特立志 那这片子算什么 那个女性主义戏了 因为她又是因为 这61岁男老师卡 那我也没觉得她是女性主义戏 其实我杨子琼最后得奖以后 她说了一段话 我咯噔一下的 她说我整个前半生 都在为这个顺序全宇宙做准备 我听了以后 其实有点难过的 因为其实我是她的影迷 就拿她拿了奖以后 我真的是很开心的 就有点欢欣鼓舞的感觉 因为之前看了她很多 包括她从80年代到90年代 一路打过来 打了38年 然后看到那个东方三峡 包括就是新流星蝴蝶剑 包括后来的剑语 我觉得剑语特别好 我觉得她武侠里面的表现 也非常好的呀 但是好像就有一种 对演员来说 武戏不如文戏 好像文戏就是说 是那种卖艺的 武戏好像是卖声的 就有这种感受 因为电影 它其实要讲究一种解放感 女性最后是 获得一种解放感的 对吧 但她最后又说 好像这个戏 好像之前的38年 都在为这个戏做准备 好像整个好像 好像我们亚洲的 这个武侠电影的这个片种 在为好莱坞 做最后的一刻 做准备一样的 这是我有点失望的那一刻 娘子兄有一段时间 就是40岁以后 也很多时候她没细节的 然后好莱坞 我看有一个这个数字统计 就是说获奖的 就是男演员 有一段时间 平均年龄大概是57岁 但女的一般到40以后 就很少很少了 但这几年说 是越来越接近了 你看几个女的 这个老戏骨 其实还是不怕没细节的 对吧 像那个像Mirror Strip 像柯恩嫂什么 你说到几年 那个吴燕淑 那个就是之前演妈妈的 那个演员 对 我是80多了 对 她其实是她退休了之后 来北京 一开始就跑 跑龙套啊什么的 她已经 我记得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来北京没多久 那时候应该就快70了 然后就是一直在北京各个组 然后自己去演 演那种可能就一天的戏啊 什么的 她等于是退休了之后 来北京又开始了 她整个往上的一个发展 但是这还是挺少的 包括像那个 Emma Thompson 这次不是演的那个 就是Good luck to you 这个电影吗 然后它里面最后 不是特别震惊人的是 她以60岁的那种 就是主角的身份 把全裸了一下 就是中老年的身体 然后震惊的观众 震惊是在于 因为这样的形象 没有背书写过 大家觉得可能40岁以后 或者说某一个年纪 女性就应该从 从一幕上消失了 对 因为大家会觉得 就是最好看的 就是那段时间 可能20年吧 之后 30岁都是算是老了 大一幕上不接受 你老去的身躯存在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行业一样 主持人 地方电视台 大部分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女主持人30岁 最多到35岁 必须退居幕后 那你基本上 已经算是那个 中央电视台不会这样 中央电视台 不可能这样 但是国外的女主持人的 平均年龄是50多岁 我们的平均年龄 35岁以下 所以你看这个差别多大 我没考证过 咱们今天算不算 也是平均年龄 大概比较高的一个 女性聊天 应该算是最高的 最高的 这个毛坚老师的首秀 是 这个特别不行 没有 我们平常都是 听到你的声音 对吧 看到你的文章 对 我就基本上 快递人生 如果我 你再来邀请我 我就说 如果要露脸的 我说我不去 但是你是 你躲在后面 老飞小刀子 你这个评剧的时候 就多厉害 你看如果 我想问问 如果说一个外星人 或者说一个外国人 来看我们中国的 就是这个影视剧里面的 女性形象 它对中国女性 大概是个什么印象 那我觉得看 不同年代的 比如说如果 就是我们新中国 刚成立的时候 如果那个 一个外国人进来了 他肯定觉得 中国女性都是 情劳善良 勇敢这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 我们的女性形象 就不像你这样的 小小脸蛋的 都是像我这样 要脸蛋大一点的 就是那时候 比如说张瑞芳也好 就是那个 朱细娟也好 都是那种 就是apple face 然后就是 眼睛火啦啦的 谢静说 他那时候找到 朱细娟来演 不是梁子君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朱细娟 朱细娟方脸 那个眼睛 他说那个火啦啦的眼睛 吸引了他 集合 向前进 向前进 战事的责任中 无敌的愿重生 除有狂烂 提不去从去 既有娘子君 同情为人意 所以那时候 就是女性 中国女性 是以勤劳善良 确立荫目形象的嘛 所以包括就是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电影叫什么 刘宝的故事 刘宝的故事 不是那个副班长 到了那个村上 爱上了那个二妹子 就是马上被 那个指导员谈话了嘛 军队进入驻扎 然后怎么可以 爱上当地的妇女嘛 然后副班长就 就直接说 他说我爱她 因为插秧 夯朝他都会 就那个时候 就是勤劳勇敢 这种都是一个 女性的一个基本本质 到了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其实我想 这个应该 我们有共同经验 我跟张运老师 肯定有共同经验 那时候我们看的 电视剧电影 就外国的进来了 那时候我现在印象 特别深的时候 就是看曾有美 追捕 然后看那个小鹿存子 对吧 我们看那个曾有美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曾有美里面 这个名字 本身里面 那个善已经没有了 然后就是曾和美 曾有美不是 他急着那个马进来 骑着长发 骑着马 骑着马去救他喜欢的男人 快上马 有人告密了 来了三百机动队 街上都被封锁了 快 快上马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 女性是含蓄的 她不能主题表达 而那个女孩 大的方方的大声说 我喜欢你 那时候血液沸腾 就是然后独秋说 他说我是一个 就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他意思就是没关系 我是你的同盟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喜欢你 踩着那个水过去 那个水化溅起来 哇 整个我觉得 那就是我们这个青春期的一个形象 哇 怎么感觉 隔空现在这个黑暗荣耀里面 让大家赞美的一句话 不也是这个吗 我要做你的 同盟 对 做你的柜子手 对 特别纯真 就是没有欲望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小陆纯子 我老想他怎么也不谈恋爱了 你小时候就这么懂了 不是 我们小时候就也没有希望他要谈恋爱的 就是喜欢青空霹雳一打 就特别爽嘛 就那个时候就进来了 但同时另外一边就是说 谢靖的电影还在 谢靖电影还是主流嘛 谢靖电影中的 比如说高山下的花环 比如说木马人 比如说天云山传奇 里面的女性还都是非常非常善良 就是说基本上是拯救男性的一个角色 高山下花环里面的那个 妻子还为丈夫死了以后 为她还欠款 就是木马人里面那个秀珍 为那个徐林军建起一个家园 然后就是把她从一个 就是右派的那个 那种破碎的心灵中 把她那个就包裹好 在我的生活中 忽然创击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 终于来到了 你披上衣服吧 我忘了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秀珍 秀珍 秀珍 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犯过错误 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我这个人 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 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包括那个人生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但是到了王硕的电影开始 这个女性善良被拿掉了 善良的女性就是不存在了 就是开始有点那种混混的 那个就是有点二六子的女性 判逆的女孩开始上场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紧敢慢敢还是迟到 这车等半天了吧 没关系 反正我等的也不是你 你来不来都一样 你等的就是我 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就是 今天除了我没别人再来了 你比我还知道我想干什么 别打岔啊 警察在旁边呢 你叫刘美平 是百合公司手绢柜台组长 在等肛门科大夫王明水 到底咱们谁搞错了 王明水也没出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 到现在所有的女性又都是善良的 现在所有的女性都不是回去了 是因为只有善良才能进入套路 我不善良 我一下就把你干掉了 后面戏拍不下去了 因为我很善良 你虽然是我的仇人 我看你旁边还有一个 就是说小孩带着 我想那个小孩好看的 如果没妈就不行了 我就又留你一条命 然后你又走了 你走了以后 你带着别人又来杀我了 然后电视剧继续 打来打去就继续 又多十集 又多二十集 善良就完全是套路了 这个套路还是王硕最早参悟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 中国电视剧史上 第一部万人空向的 现象级电视剧是渴望 渴望就是王硕这么策划出来的 特别不像他的路子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 可不是他那种反叛的都市青年 但是其实他是非常理性的策划的 他说 把所有的善良放在一个人身上 然后让善良的人 倒进天下的大霉 这样大家就会特别的心疼他 是不是倒向下一步 就是大家就醒了 人不要那么善良 没有 其实前面你说的那个黑暗荣耀就挺是对善良的一个批评的 就他里面不是有一个最著名的台词 就是也是那个男主的妈说的 就具体我不太记得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 好像 你说一下 大概我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 好吧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就是说 有一个真实内涵的一个善 这个善是没有价值的 好的 我也没有想起来 就恶其实本身是 他的恶本身其实是有推动力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整个电视剧那种低能化道 就是所有的女主都是非常善良的 就是白莲花 说是很聪明 但其实又都是很脑残的 但是比如说我看那个三十二厘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段就是大家觉得特别爽的 还是他打人吗 就是那个顾佳 他不是孩子被人给欺负了 他冲进去把那两个人打了一顿 对对对 那也不算了 那时候还觉得蛮好的 对对 那也还稍微坏了一下 但后来又觉得说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因为整个形象还是很优美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他真的有困境吗 就隐隐的会有这种感觉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问你什么时候过来接孩子 你看 你看 往哪儿没玩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哎 哎 你看 还有人来分室啊 许子言呢 刚才还在这呢 还跟大家一起玩呢 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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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 啊 把门打吧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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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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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你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乱闯啊 我就握屎门关不上 不是一关就门就自己锁了 你说你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 乱闯乱入的 哎就是 这个孩子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的 就好像孤僻正一样的啊 你待这儿等妈妈一会儿好吧 一会儿对吧 你要干什么 哎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嘛啊 哎干什么 哎干嘛你打我 哎放开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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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爸爸 咱们回家 所以现在的电视剧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女性形象好像我看你也写过关于这个独立女性吗 她们就把这个扇拿掉了就算了吗 她也没有把扇拿掉 她也没有把扇拿掉 她后来还是很扇的 因为她如果没有扇的话她编不下去的呀 她如果没有扇的话 那个三十集电视剧第二第二集就结束了 她都是让她非常善良的 那个上阳府里面 那个张子怡那个 上能那个就是笼络所有的男人下能指挥那个三军的 但是遇到一个就是侍女的话她根本看不穿她是什么套路 然后就不停的被她骗不停的被她骗 然后就是一级一级的那个拖下去 其实善从来没被拿掉 对没有被拿 比如说在当年我们说王硕把善拿掉了塑造了一系列都市反叛女性 他喜欢的那些都市反叛女性的骨子里都很善 是的 就是她只是把表面上的那种表面上的温柔表面上的顺从给拿掉了 对 赋予了他们一些反叛的个性化的特质 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善的 就像王硕这个人虽然经常口出恶言 但是王硕是一个心特别软特别善良的人 小红花 对 其实到今天的所有的作品里边女性形象也一样 就是刚才你们说那句话我没看过那个戏 但是我觉得那句话特别好 我能把它找出来 就是刚才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说 就是没有真实内容的善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如果我们我觉得我们塑造我们表达 善没有错特别好 但是它底下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精力铸造的 它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做基础 我找出来 他说我发现我发现盲目的善意和伦理原则 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荣耀 他可能会点题 因为他那个就是盲目的善意 就是虚有其表的 对 盲目的善意不过是一点点内疚吧 对 或者说那个 一个所谓的散白田的善 可能没有那种有价值观基础 有性格和精神的来由的善 更经得住考验和能给人安慰 就说这个女性现在对 她不管怎么独立 怎么现代了 她还是有一个好像似乎底线 但是我们说说三题里面那个叶文杰呢 好像还能经得住这个底线考验吗 叶文杰她这次被 就是春节当里面她是最受欢呼的一个角色了 就是包括全国网游都觉得叶文杰就是特别好像是新中国以来就是一个新女性 但这样的女性你看她她她反正在故事里面你最后只能走向毁灭 是不是你只能走向毁灭了 她也还是就是前面张远老师说的 就是她其实内心一点有善的东西 她最后还是就是善还是抬头 她是追求善而不得 就是我对她是她不善的来源是什么 对 你看她的所有的经历 就是人无非就那么一部分感性的和理性的 从感性的经历来看 就是父亲被迫害致死 对 母亲和妹妹是那个那个情况 然后她自己碰到的什么被什么同事陷害 所有的感性经历里她没碰见过好人 当然她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特别黑暗 这是她个人经历 然后从理性的经验上说 那个寂静的山林 她看到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 所以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 都决定了她对人类极大的失望 甚至绝望 所以当她听到有来自外太空的召唤 她会寄希望于那个信息是好的 那个信息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就是对她背景的所有的铺陈 我觉得就决定了她后来的那个 那个行为是合理的 在她身上是合理的 是有来由的 而即使是这样 也没妨碍 她内心依然友善 她不是一个毁灭者 是 而且其实她这个其实是个大善 她要救的是整个地球 她只是牺牲小我 就我这个家里的周围所有这些人 对于整个地球的利益来说 是个小的利益 为什么观众会同情她 我觉得 因为太多的人现在对人类的失望 对啊 所以很多人欢呼叶文杰的 对就觉得人太作孽了 把这个地球糟蹋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也该受点惩罚 大概是这么一个心态 对那你呢 你们做那个脱口秀的 你现在这个跟女观众之间的互动 什么段子或者什么东西 觉得大家是共鸣最多的 比如说像我在2014 15 16那时候写的东西 比如说关于自己刚毕业 然后进律所 比如说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当事人 然后那时候会讲或者单身 找不着对象 这些困境 等你关于自身的东西写的差不多 你会往外扩 你会看到一些可能相对比自己身上的也存在 但是会更社会共鸣的一些议题吧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巡演这个专场里面讲到的 关于月经羞耻啊 关于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性面临的这种生育压力 然后以及在这种像这种姐弟恋关系里面 女性要经常承担这个照顾者的角色 这些我自己面临同时也是我同样年龄的女性在面临这些话题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 也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或者我作为一个人 我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好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事情我想吐槽它 那我用喜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刚好台下的人会有共鸣 就都是困境 都是困境 但是你的其实不会给到答案的 不会给到答案 脱口人员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也没有答案的 但是这影视剧里都是有答案的 对啊这个也就是套路 到最后就是说他的一个成功 永远是就是说创业成功 创业成功其实还是其次 永远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出现 就是这个男人更有资产更有容貌 更有资格来爱他 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我的前半生 对对前半生也是这样的 就那女的马上就去创业 马上就创业成功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原来就是花瓶的一个形象 在一年内就创业成功 对而且还夺走了闺蜜的男友 不受任何那种惩罚的 对关键是我的前半生是一书的小说 当年我们是先看见了琼瑶 然后呢新鲜了几天很快就不爱看了 觉得琼瑶小说矫情 然后就来了一书的 嗯我的感觉是我更喜欢看一书的 因为他都市感 他的女性更加的啊有个性 对更加的自主和独立 嗯所以我的前半生是一书的作品里边 比较有名代表性的一个 我还印象挺深的 然后咱们这就拍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我看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搞笑 对他他他从他从一书那出发 后来跑到琼瑶那去了 就是呃他先写了 因为一书的主题永远是这样一个女性 她发现比如说你靠丈夫靠男人靠家庭 你是靠不住的 你最后必须得被迫独立 然后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自我承担 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啊 然后我们这个电视剧就就确实是从这出发的 对是的 但是呆着呆着就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爱上我 这个套路 他一直是这样的 霸道总裁爱上我 诶 这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要独立嘛 怎么跑琼瑶那去了 对你们那儿的 剧情就是先就是我抛弃了一个不不那么好的霸总 然后遇到了一个更恨霸总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我就看这个戏就觉得 哎呀看来我们还处在那个大都市化的初级阶段 就是我们呆着呆着就从这个现代社会 跑回了农业社会的佳汉佳汉穿衣吃饭上去 哈哈哈